咱们已经把hypnit的映射 还有它的核心的配置 咱们已经都建好了 当然我说了 这核心里边 它其实还有一些可选的配置 这可选配置 你也可以到时候配上几个 因为这里边 你在执行hypnit的过程当中 它不给你打印色口语句 你可以把打印色口语句的什么东西 都可以给它加上 就比如说 在这 我们可以让它打印色口 因为默认情况下 hypnit它执行完了以后 色口语句它也不打印 你可以到这儿加一个 hypnit的点 色口 然后怎么处理 这就可以把色口语句 给你打印到空台上了 它默认是不打印的 然后你还可以对它进行格式化 因为它把多长的语句 全都打印到一行 你还可以再加上一个 format circle 然后这个值也是处 这就可以干什么 可以格式化 就可以让你的色口语句 在打印的过程当中 变得更漂亮 而且它还可以自动帮你去建表等等 然后当然这些都属于是可选 可选配格 OK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已经把它配好了 那配好了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来写一个程序 让它执行了 对不对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到这儿 来 编写 好了 那现在我们到这边 我们还在这个DEMO1下边吧 就新建一个类 这个类呢 我们就叫 Cabernet的DEMO1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Cabernet的入门 入门的 OK 然后这里边我们就使用GUNI了 然后在这儿呢 引一下这个包 好了 这里边我们现在呢 就做一个什么呢 保存客户的一个 然后这里边啊 要注意 我们现在这个写法呢 稍微麻烦一点 后边咱们会把它抽取成工具类 到时候你写起来就简单了 当然我们现在先写 原生的方式 那首先 使用Hypernate 你需要干嘛呢 第一步 你需要去加载 Hypernate 它的一个核心配置文件 因为只有加载了核心配置文件 它才能知道 你现在连的是哪个数据库 对吧 然后呢 你使用的是哪种方言 然后加载了哪个映射 这些信息 它就获得到 所以说我们的第一步呢 就是要加载核心配置文件 那加载完核心配置文件 第二步 我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要创建一个核心配置文件 这个对象有点类似于 注意它是类似于啊 我们GDBC中的那个连接池 它呢 里面维护了连接池了 而且还做了其他事 还做了什么事呢 就是维护它们的一些管存呢 等等这些东西啊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 核心配置 来获取到核心对象 那这里边的核心又是什么呢 它类似于我们GDBC中的 那就是连接 那这个核心就相当于是 然后我们 接下来 注意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 手动开启事物 需要手动开启事物 注意在Hypernet5里边 你可以不用自己手动开事物 但是为了我们去兼容那个Hypernet3 这个地方呢 我们最好给它手动开一下 但事物这一块呢 你不用重点去弄它 因为后边我们会把事物这一块呢 全都交给斯分管理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干什么了 就可以来编写我们的代码了 然后最后呢 我们需要事物提交 对吧 然后最后你把那个资源释放一下 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边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加载Hypernet核心配置文件 那这里边我们需要使用到一个对象 就是configuration 你可以写到这儿 然后out加斜杠去找一下 就是我们Hypernet当中的 这样 就是这个 configuration 等于 new一个configuration 然后我们现在不是要加载那个 谁呀 核心配置文件 你得调用它里边的一个方法 叫config 这就可以加载到它的核心配置 当然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原代码 你到这边点进去 对吧 可以关联一下我们的原代码 你就直接找到我们的资源 找到咱们Hypernet的一个资料当中的 这个save压缩包 你把压缩包引过来就行了 它里边有这个原码 然后你现在到这儿再点过来 你看 这个config这个方法干什么呢 是不是去加载了一个这个常量 那你点这常量 这常量是啥 是不是就hypernet.cfd.xml 比如说默认就加载了这个配置文件 那加载完这个配置文件以后 我们需要通过这个配置文件 就是configuration这个对象 再点buildsign function 就可以构建一个sign的工厂了 这时候就帮我们把sign工厂呢 创建好了 然后这个sign工厂呢 它就可以去获得一个sign 叫open session 打开一个sign 这sign是什么 我说了 它呢 就是一个连接对象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hypernet 已经跟我们那个买signal数据库 已经建立起连接了 建立起连接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开启事物 需要手动笔定 translation 就可以开启了 然后 下边呢 你就可以干啥 它其实会返回一个translation的对象 好了 那到这儿 我们看一下 就会得到一个translation对象 然后下边你就可以commit 然后资源释放呢 你其实就可以把那sign.close就行了 然后中间你想做什么事情就可以来做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保存一个客户啊 那保存客户的话怎么做呢 那么注意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new一个customer 注意啊 我们这个不是从外边传进来的对吧 那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就可以new一个客户 然后你给这个客户干什么 设置一个 名字 设置一个名字 因为那id是自动跟哪儿 设置一个名字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个谁啊 对不对 ok 然后到这儿 写一谁啊 sign.c 把customer一传 完事 啊 这就可以完成一个保存操作 当然我说了 前面这儿咱们是不是写的比较复杂呀 后边咱们会抽取工具类的啊 就会变得很简单了 哎 那你现在到这边呢 你来运行一下我们的这个程序 啊 当然这里面啊 我们没有引那个日志记录 你看他会给我报一个警告 这里面起来 没有这个log后接的一个配置文件啊 注意的是警告啊 不是错误 然后你看这语句 是不是就已经打印出来了 哎 然后你到你的数据库里面去看一下 那我们呢 这记录 是不是就已经插入到我们的数据库当中了 对不对 ok啊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编写的一个测试的案例啊 这个代码呢 就是这样来写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入门的案例啊 好了 我先把这个呢 来保存一下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入门